台长,广心菩萨 我的妈,又来一个 请讲,请讲 我看了女儿 七七年 七七年数什么? 数谁 数鹅啊? 谁 数水 谁 蛇啊? 哎呀,谁 了名,像什么数水都有 水 七七年数十的 想看什么? 看我的女儿 什么时候生儿子 什么时候生儿子啊? 她三四年没生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老妈妈 她曾经怀孕过 对不对啊 怀孕过 对 我告诉你 你赖也赖不掉 台长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她流掉过 对 现在对了,老实了 我告诉你 她老公是属什么? 大家讲给我听 我看看是谁的毛病 她的老公是谁 属牛 属牛 对 那个是你女儿是吧 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属什么? 再讲一遍 舌 牛和舌 哦,没办法 是你女儿的毛病 你女儿生理上 有一条左面的 叫苏蓝管堵塞了 对不对 对 台长厉害不厉害 厉害 你们跟台长好好地学 我以后经常来看你们 对 我告诉你 她这条苏蓝管堵塞 我告诉你 主要是她吃的活的海鲜太多了 明白吗? 因为你这个女儿很喜欢吃螃蟹 我看到很多螃蟹 对 谢谢 关心堵塞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这样 你叫她念小房子 好吧 念五百张小房子 OK 然后呢 叫她放生 放三千条鱼 OK 然后叫她念礼佛 每天念五遍 我看看她下一次 怀孕的机遇 在拿十一月份 现在是九月是吧 对 我看一下 她要过十一月份 十二月的中旬 有一次机会 然后就要到明年过年了 就过完年之后了 你叫她试试看 好不好啊 好 而且 叫她 叫她最好能够初一十五吃素 而且 许愿永远不杀生 OK 做得到吗? 做得到 做得到 我告诉你 你等台长明年 或者后年来的时候 你就准备抱孙子了 OK 谢谢 谢谢管心 台长上次在马来西亚 说这个人 八个月怀孕 这个人八个月怀孕 我说那个人四个人生孩子 这个人四个月孩子 我就这样了 我告诉你 今天全部有录像 你到时候看你 女儿女儿生不出生的出来 还有 你少管你的儿 女儿和媳妇的事情 女婿跟女儿的事情 明白了吗? 现在问题 女婿跟你关系不错 女儿反而跟你关系不是太好 OK 对了 对了 少管女婿的事情 让他们小孩子小孩子管 你不要去管了太多 你管了太多之后 他们不讲你好 还要骂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打扮打扮算了 还要去管人家 好了 我的大儿子呢 你如果有十个儿子 我也给你看十个 只能看一个 还有一个只能看看 有没有灵性 OK 要看吗? 看我的 看什么啦 我的身体 看我的身体怎么办 她的身体 只能看看你有没有灵性 对 几几年属什么呢? 57年 属什么? 顺积 你的关节不好 脚关节啊 很不好 还有腰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肠胃不好 明白吗? 明白了 哇 哇 她年轻时候很漂亮 嗯 蛮好 你有没有一个姐姐过世啊 妹妹 我有一个妹妹 过世了没有 过世了 过世了 看见吗? 因为我看她跟你长得很像 很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她老回来看你啊 老在你身上啊 所以你经常会发无名火呀 你晚上有时候睡觉失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经常听见门响 跑过去一开没人的 就是她来了 哦 她来了 你看我跟她讲 她来了 晚上一敲门 她又去 你来了 来 赶快念小房子拿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的 下去吧 下槛 謝謝關心